小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Ms.Amanda 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 青蛙 你们会有一个纸袋子 纸袋子里面呢 就会有各种的材料 看到了吗 然后呢 还有一个像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 这个青蛙 好的 首先我们会有一些圆形 你们看有 黑色的小圆形 白色的中圆形 还有绿色的大圆形 这个是长长的长长的 长方形红色的 最后像这样子呢 当然绿色的是青蛙的角 好 我们首先要给我们的纸袋 涂颜色 是绿色的青蛙 所以我们用绿色的蜡笔来塗 如果小朋友们有绿色的颜料 so if you have green paint that would be perfect as well Ms.Amanda will be using the crayon 准备好了吗 好的小朋友们 我的纸袋子已经涂满了绿色 现在呢我们先给青蛙做眼睛 青蛙的眼睛 先是绿色的白色的 然后黑色的 你们看大中小 有三层 所以把它们贴起来 先贴上白色的 然后黑色的 然后把它贴在头的上面 纸袋子的最上面 这是青蛙的一只眼睛 然后还有第二只眼睛 绿色白色黑色 看到了吗 先把黑色的贴在白色上 再把白色的贴在 这边又没有了 绿色的纸上 最后把青蛙的眼睛 贴在纸袋子上 你看一二两只眼睛 然后是青蛙的手 一只手贴在纸袋子的一边 另外一只手贴在这边 你看一二两只手 最后是青蛙的舌头 这个呢要贴在纸袋子的 把它藏在下面 你看 然后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小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的 青蛙妈妈 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见